两台加油机一左一右横躺在地上 一旁中游火炬标志也被强风吹得东倒西歪 去年10月小犬台风重创蓝域加油站 引发地方民生用油危机 为此中游耗时三个月整建修复 目前已更换两台最新型抗风加油机组 并增加两组加油枪 未来更计划新建一处加油站 派缓解加油人潮便利居民生活 因为开渊港的部分是在我们南语的西侧 不管是东青或者是在野营那一带 能不能再争设一个加油站 不过现在加油站的设置 当然要包括土地的取得会有段时间 所以中游他们也同意是 找一个地方可以先做厅庄的 就是统装的 南语地区多年来只有一处加油站 经常因天候问题影响油料船运禁倒 造成居民用油不便闹油荒 加上加油站距离野营跟东青部落路途遥远 因此县府将跟中游合作 规划在岛上东侧新设加油站 而在取得适当的加油用地之前 先暂时采用加油厅庄站的方式 一同计价贩售油料 缓解居民加油问题 当然是期待县府能够来回看 因为毕竟从中青野营跟廊导 到这个家到野油加油站 大概也要二三十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 实在是比较不方便 现议员黄碧被表示 除了考量居民用油的便利性 另外来月近年也积极发展观光 用油需求逐年增加 新建加油站是许多乡民的新生 而县府则回应预计三月下旬 将会同中游到蓝宇会刊 尽快和居民达成共识 在取得加油用地后 才能进入受制阶段 原始新闻 这不是台东蓝宇 采访报导